好,我们接着上个礼拜的地方再继续 好,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介绍到TRAGEDY 悲剧 那么悲剧它的这个基本的结构 它一定会有一个PROLOG 就是开场白的部分 那么在开场白里面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会给我们基本的这个资料 你要看懂这一出戏 你必须要先有一些基本的这些理解 那这个基本的理解是哪些东西 都会在PROLOG里面给我们 那么PROLOG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歌舞队他们的这个进场歌舞 PARADORS 那么之所以叫做PARADORS 是因为歌舞队他进场的时候 他所要经过的那个通道叫PARADORS 所以就是为什么PARADORS 就是名字的这个来源 是从他们进场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名字 然后演变过来的 那么通常来讲呢 进场歌舞的时候呢 进来的这个歌舞队呢 那么通常来讲最常见的就是12人 或者是15个人 那么我们说过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讲到九神的这个歌舞的这个表演 九神祭典的这个歌舞表演 他是50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数目上来讲已经减少了很多 那么三个礼拜有同学呢 就有问到是说 PARADORS他大概有几个 那要注意到就是说你现在所使用的 即使是英文 他也是翻译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就会有PARADORS I PARADORS II 但事实上严格说起来 我们只有进场歌舞叫做PARADORS 那除了进场歌舞之外 后面有这个歌舞队他们的表演的时候 那我们就换了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叫STASIMA 看一下 在这里 是这个字 STASIMA STASIMA 它指的就是歌舞的 歌舞队的这个表演 但是他并不是就是进场的这个歌舞 好 那我们也说过 就是歌舞队的成员呢 基本上他们不只是就是地位跟演员不一样 演员的地位是比歌舞队要来的高的 所以演员的表演区 那个等一下雅音跟大洋讲一下 这台电脑可能有点问题 他自己刚才跑过去 我刚才没有按 他刚才自己跑过去的 OK 好那么 好我们继续就是歌舞队的部分 那么歌舞队来讲的话呢 他们就是在职业上面来讲 歌舞队他的这个职场上面的地位 是没有演员这么高的 所以演员他的表演区呢 跟歌舞队的表演区 基本上来讲呢 他也是不一样的 演员的那个表演区呢 通常来讲 歌舞队他们是不可以 就是跨进去的 不能越界 那么通常来讲 演员他们进出场的地方的这个通道呢 也跟歌舞队不太一样 那么他们进出场的这个通道叫做 所以为什么演员出现的时候 一场次一场的戏 他们叫做episode episode这个字就是因为他是从 演员他们上下场的那个通道 那是歌舞队不可以使用的那个通道 也是从这个名称然后演变过来的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演员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上礼拜还要讲到就是歌舞队 歌舞队除了地位 职场上地位不一样 还有歌舞队 他们一般来讲在戏里面 他们是不会参与就是情节的发展 情节的发展这是演员的事情 他们其实是像是观众代表 他们会问问题啊或什么 但是他们情节发展 他们是不会介入的 那么再来是演员 那么演员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Eschelas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有两两的这种对戏的这种情况 已经有产生了 那么也有三人的戏 那么据说来讲 其实舞台上有同时三人 就是有人吵架之后 有一个第三者来倦嫁 那么其实呢有一种说法说 其实是这个Sophagles 他所发明的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Eschelas的戏里面 有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 我们在看过的 好像这个Orystaya的戏里面就有 好那我们继续就是这个 通常来讲的话 在这个希腊的剧场 那么三是已经是 演员数目最高的这个情况了 就不会超过三个人 演员最多就只有三人 所以如果是说你两个人吵架 然后第三个人来劝架 你的演员就用完了 所以为什么演员一直需要上下 上下上下上下 那么如果你这一出戏 他的人物角色超过了三个 其实有六个八个 不管有多少人 都只有三个演员 要去分担所有的角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会大量的使用面具 因为面具是换装最方便的方法 要不然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每一次那个把装擦掉 然后又重新化 那么花多少时间 那么换装面具戴了就可以上场 OK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歌舞队 那么通常歌舞队呢 他都会有一个leader 就是带领的这个队长 那么队长有的时候 他是可以介入到情节里面的 有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跟演员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直接对话 那么在那个时候 他的名称叫做Commerce Commerce就是演员所扮演的人物 角色人物 跟这个歌舞队的队长 他对话的这个部分叫Commerce 那么Commerce是有可能会介入到 或者是去影响情节发展的 好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过 就是歌舞队 歌舞队从他的parados 进场舞了之后 他就是一直在他们的这个表演区域的 他们一直要等到Acedos退场歌舞的时候 他们才就一次就是非常 所以他们其实是 基本上是一直在场上的 那会真的上下场上下场的 这个就是演员 OK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介绍过Eschelas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把这边复习带过去 那么Eschelas来讲的话呢 他的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代表作品呢 是他的三部曲 Orysteia 那么他既然叫三部曲 其实呢就是因为他是有三部悲剧串起来的 那么第一出呢 第一部曲叫做Achimannan 第二部曲叫做Coi Ferroi 那他也是叫做翻译叫Libation Bearer Libation呢就是过去呢古希腊时期 那么就是祭祀的时候用的品质最好的这个酒 那么他们不是平常拿来饮用的 所以他们是在祭祀的时候啊 善礼的时候啊才会使用到的 那么第三部曲呢 Humanize 他指的是慈悲的女神 那么他后面所跟的一个羊具呢 Satoplay 是Protest 那么这一出戏呢 基本上他已经失传了 可是我们可以猜测大概里面的内容 讲的是这个Meneleus呢 当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 然后就是把他的老婆海伦抢回来了 那他们就要回家 回家的路上呢 就被这个海神的一阵怪风呢 就吹到埃及去 那他们为了要找到回家的路呢 就只好去这个威胁绑架 这个Protest 那Protest他也是海神 但是呢他不是就是那个大海神Poseidon 他是那个大海神的儿子 那为了跟他做区别 我们通常称呼他为变身海神 因为他的最主要的 这个是他变身的能力 他可以变成 就是他所想要的 就是任何奇奇怪怪的东西 OK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到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新的东西加进来了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古希腊的 这个黄金时代呢 第二个重要的作家就是Sophicalis 那Sophicalis呢就是这黄金时代里面呢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家 他的作品当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那么说到Sophicalis呢 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Edypus Rex Edypas王 好那我们看一下Sophicalis 常常人家会讲 那Sophicalis也有个三部曲 他的三部曲呢是Edypus Rex 然后呢是这个Edypus at Colonus 然后Antigone 很抱歉哦 这个情况跟刚才的Escalus 是完全不一样的 Escalus Oresteia 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希腊悲剧里面 三部曲里面 真的就是这样子 三部像连续剧里这样下来的哦 这是唯一的一个 Sophicalis 事实上他的Antigone Edypus Rex 跟这个Edypus at Colonus 他们中间的差别是十几二十年 他们是不同时期的产品 然后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他们也都是三部曲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的三部曲是跟其他两个 跟他自己这个故事本身是毫不相关的戏嘛 就这样子串起来的 OK 虽然现在如果说你看到Sophicalis的 他的这个Theban 他的三部曲演出的时候 这三个是串在一起 但是这并不是Sophicalis当初 他写作的时候的意图 也不是他当初就是说 就是这三个串起来 也不是他的目的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Sophicalis 我们刚才有提到了 据说呢 就是第三个演员呢 是由Sophicalis呢 发明的 那么第二位演员的发明呢 据说是Isclis 因为Isclis发觉呢 以前Thispes他的那个独角戏 就变化很少嘛 就一个人在那边是 Monologue一直独白 所以他就发明了第二个演员进去 就有吵架 吵架就有变化了 有时一直吵吵吵吵 吵不停不行啊 怎么办呢 有时吵得两边脸都拉不下去啊 那你不能一直在场上 所以Sophicalis就介绍了 第三个这个演员进来了 第三个演员好就可以上台劝架 然后我们就可以告一个段落 就可以下场 OK 好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 Isclis呢 他非常喜欢使用豪华写实的布景 OK 那么Sophicalis跟他是相反 Sophicalis认为呢 那戏的本身 他才是戏的戏剧的这个精髓 那如果是豪华或者是说 这个比较好 就是属于呢 这种写实的布景 或者是写实的这种呈现方式 他觉得呢 其实这会把这个重点 有时候表演的过程当中会失焦 因为呢 观众他看到的只是这些表象的东西 他看不到戏真正要表达的主题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据说就是Sophicalis呢 他是第一个使用 就是用画的 画布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谓 Badra的这种做法 那么那个时候称为Pinoccius 那我们会 后面会有看到Pinoccius的这个例子 OK 那么从Sophicalis开始呢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歌舞队 那几乎就固定在15个人 那么人数呢 虽然比Isclis那时候说 使用的人数来得多 但是他的重要性呢 却是一直在递简当中 那相对的 就是这个演员 他所扮演角色的这个部分的重要性呢 是越来越强调 OK 那么 Isclis呢 他自己本身呢 是非常对于哲学很有兴趣 所以常常呢 他的剧本 他所写的作品 常常会被人家批评 就是说 可能他为了要表达一个哲学的理念 然后他的角色是为了这个哲学的理念 好像在戏里面的互相 就是这个在对话 然后互相在辩证 可是呢 失去就是没有照顾到这个角色本身 他的心理上面的变化 那么这个呢 据说就是在Sophicalis的时候呢 就有了改变 那也算是一件改进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他的最主要的作品 那么他的作品呢 有两个 虽然是就是代表性非常高 也是经典的作品 一个就是Egyptus Rex 最出名的一个 另外一个是Antigone 安迪刚明 那么尤其是Egyptus Rex 他的这个伊底帕斯王呢 那么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呢 Poetics里面呢 那么称赞这个作品呢 他是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 他面面顾到 完美到就是你找不到 任何一点的漏洞和瑕疵 你找不到任何一场戏 找不到任何一个歌舞 那么他在彼此串联之间呢 有任何的这个漏洞 好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 现代的这个所谓Sophicalis的三部群的Phebens 他另外还会再加上一个Egyptus Heticoninus 但是他们不是哦 记得他们这三部曲 并不是当初Sophicalis 他真的意图把它凑成三部曲的 这是后人的作风做法 好那么当然 他参加过这么多戏剧节的比赛 他当然也写过 就是所谓的羊居Santa Play 那么比较出名的一处是Tractus 同样的这一处戏也已经失传了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故事 他的内容 就是从他的这个名称 我们大概知道他内容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就是这个Mercule 这个天神宙斯 他不是有一个小信财 他那个小跟班 然后专门帮他传信的 那这个也是天神宙斯其中的一个失伸子 那么他是跟这个水妖呢 然后就是剩下 那对方呢 因为很害怕天后希拉的这个报复跟嫉妒心 所以呢 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据说他就不敢要 就把他丢在深山里面 那么这个小孩子呢 被丢在深山里面肚子饿了 怎么办呢 妈妈把他丢掉 也没有人照顾他 就那个山边呢 刚好有一群羊 就他就自力救济 然后就把羊抓来 把羊杀了 把羊吃掉了 刚刚出生哦 那么 这个肉吃掉了以后呢 就是羊肠啊 羊肚啊 这些东西 就觉得丢掉很浪费 所以他就做了七贤情 所以当Aparo呢 就好死不死 这群羊都是Aparo羊的 就Aparo发现了之后 谁这么大胆 居然就把这个脑筋 动到他羊身上 就就追追追追追 然后就追到 Mercury身上 就Mercury呢 看Aparo来了怎么办呢 虽然是兄弟 但是初次见面 这个交情还没有打好 基础还不够稳固 所以他就把那个七贤情 就送给了Aparo Aparo一看 哎呀算了 不跟你交了 就收了七贤情 那当然实际上的 内容我们并不知道 因为剧本本身失传 可是故事基本上是从这个希腊的顶部来的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跟Aedipus Aedipus呢 就是有关系的这个传说 跟Aedipus最有 就是他的这一生当中呢 最出名的一段传说呢 就是他跟Sphinx 这个 人面 吃生 然后 鹰 翅膀 鹰的翅膀 这个动物有关系 好 这个故事应该你们很熟悉了 因为据说林依晨老师已经帮你们上过这个部分了 所以谁来跟我说一下 谁来跟我说一下 有没有志愿的 好 好 来 一迪帕斯王的老爸 他们的成叫迪比斯 对 好 对 他老爸叫Laius 对 他取的那个 Jekasta 其实有原因的 因为他老婆 他娶了他老婆 知道他老婆怀孕了 好 那其实你现在 如果现代人 如果怀孕的话 那事实上 还是可以跟老公行房的 就是你以后你结婚女生 如果你很担心 你在怀孕期间 你老公不规矩的话 你就可以问那个医院的护士 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会很乐意教你 就是怀孕期间 怎么跟老公行房 好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是这样服务 好 所以就是Jekasta 就怀孕 怀孕了以后呢 那么Laius 就有这个 孤单寂寞的时候 所以他脑筋呢 就动到 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到人家家去做客 脑筋就动到 人家儿子身上了 好 再继续 然后那常怀孕 然后那常怀孕的浩健 这种主动基督而行 就变好喜啦 为什么 因为希拉是港管混音 OK 然后那时候围太家庭文明的事情 都会变好喜 所以他就加了一个诅咒给那个 因为国防说 说他将来 因为他是海战外的儿子 将来会 新军 哦 还没有那么快 还没有那么快 就是希拉当然是说 他是婚姻女神 所以Laius 他是已婚男子 然后呢 不只是 不忠于他自己的婚姻 然后还跟 一个男的 就是强暴了 又是强暴了 他自己好朋友的儿子 所以当然 这会触怒了 这个天后希拉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到这个 因为 这个是神域 所讲的 当然希拉是要惩罚他 可是希拉并没有讲话 希拉他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 正常管道跟 凡人 有所交往 那谁会有这个管道 对 Apollo 那为什么会车到Apollo那边 他问性别 对他问性别 因为他的儿子 他到底是很 怀疑女儿还是儿子 他虽然回答是儿子 但是 现在都说那个 那个孩子 怀疾 好我们之前就是有提到过 就是导读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就是在过去 就是这个 身为国王 一国之君 他要生下儿子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他生下儿子 人家还可以看到继承人 那对于他国家的这个稳定 整个政治 社会的治安 稳定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稳定力量 所以当这个快要临盆的时候 他就很关心啊 这个 Jay Costa 会替他生儿子 还是生女儿 生女儿的话 那就忘记 那生儿子的话 他政治上有这个功能 可是呢 他去问Apollo的时候 Apollo就跟他讲说 啊你这个是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以后 会弑父娶母 也就是会杀了你 这个老爸 然后娶他自己的母亲为妻 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来的 我们刚才讲到他会弑父娶母 那弑父娶母难道 这个Laius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没有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动作吗 他生出了 他等孩子生出来之后 然后他就 就把喊 就命令 就哭了 然后把他 因为他突然亲手 把他杀掉 就像我所违反的那种 细心的那种 所以他就教育 不能把那个小孩子 然后他带走 然后到生产地区里提起 然后为了怕那个小孩子 他在4号的领寨 要跑来 招呼同女生 把他招呼 所以他把他的脚 就穿一整洞 然后把他绑起来 这是有什么作用 对 就脚刻 脚刻里面穿一整洞 对 这有什么作用 对 就他固定住就不会有病患 就有点 准备把他绑起住 OK 因为他父亲 Daius呢 就很担心说 诶 这个小孩子 以后 他被丢到生产里面 他虽然死了 但是呢 就是因灵会回来 就是变成鬼魂 回来 利鬼魂回来 跟他报复 所以呢 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 根据传说 就是他如果脚踝的地方 穿一个洞 刺穿的 然后拿金属环 把他扣住的话 那么这个 小孩子的灵魂 就不能活动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个传说 一定要用金属环 虽然他就是用那个 打仗用的那个插戟 然后就在小孩子 那个两只脚 然后插了一个洞之后 就用一个铁环 这样子把他扣住 然后再把他丢到 深山里面去 OK 然后呢 然后丢到深山 然后洗 然后洗 就不用 把他带到深山去里面的这种平原 很同行他 就觉得说 这小孩子才刚出生没多久 他干了什么事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小孩子呢 就是 他就是因为他同行这个小孩子 所以他把那个小孩子 是带到山上去了 那个坐山 因为Egyptus的关系 后来变得非常聪明 叫Zitheron 西斯兰山 所以他带到山上去之后 刚好是放牧的季节 那 这个山呢 是Corinth 跟Thipps 这两个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叫做两大城市 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相当于 两个国家之间的国界 所以 这一座山上 两边 国家的这个 牧羊人都会上山来 这边放牧 牧羊 所以他到那边 刚好是放牧的季节 所以呢 他就认识隔壁的 那个国家 邻国的这个牧羊人 他就想是说 那你就把他 好 放牧季节都是 每一年都是固定的时间 放牧季节过了 他可以把这小孩子 带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OK 那就真的 他就把这个小孩子 就交给他 然后就带到另外一个国家 好 那他代表Coreen去之后呢 那Coreen去之后呢 那Coreen去之后 然后他小孩子就长大 就慢慢长大了 但是 然后以为他脚 脚客有就脚伤 所以 一定他是在 古西亚文是 脚客有问题的 中起来之下 好 那当然是说 这个小孩子 竟然要让他去生存 所以收养他的人 就会觉得 他很可怜嘛 那个脚上扣的这个环 所以呢就把那个脚环剪掉 把那个环拿下来 好 那么小孩子 因为他才那个时候 出生没有多久 所以他的 富裕能力很强 所以他那个 洞是合起来了 就像是说 你如果是小时候穿耳洞也是 妈妈都会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拿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茶叶 要卷起来 然后塞着 因为你没有戴耳环的话 那脚不戴那个 就会愈合起来 同样的道理 可是虽然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脚上的洞 是合起来了 但是呢 这个伤害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的脚呢 就是肿的 而且呢 他就说 一直到他就是 呃 长大以后 他即使在 他的这个青年 年轻力壮的时候 他的脚力就是比别人差 所以他走远路 他一定要戴一根拐杖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好 这个也是盘子盘底的那个图案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富王非常喜欢 他 但是 有一次在家喝酒 他就在 有一次在家喝醉 然后 然后就在别人吹嘘自己 是王德文 然后 然后 他也没有去学 他真的是国王的那是啊 Horange的那个国王 然后 然后 别人就 就强他说 说 你只不过是 跟别人剪来的严重 然后 他提了这句话 非常的正希 他跑去 问他父王 然后他父王 他的口吻就是言词 然后 但是 他就心存不过 就跑去找阿帕罗 然后 什么样 然后问 然后 然后 看到了 只要等到大战 是他将来 一定会失附去 然后 比他 是非常的害怕 然后 所以你看 那个阿帕罗 也实在是 那个 你现在问你是说 我老爸是不是我老爸 他也不回答 他就说 你或 将来会失附去 我 然后呢 一直怕是一听 这个时候 当然 他得到的 这个回答 并没有说 你老爸不是你老爸嘛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我不能回家 对不对 我回家的话 我是不是要犯上 人伦的这个大错 所以他就要逃了 好 接着呢 那逃了之后 就走 隔壁口到 一个三次大口 一个三次大口 然后 他就突然遇到 一个 一个车队 然后 然后那边 做一个 很暴躁 然后那些老人 就一直打他 就拿手 等 手 但是 挫他 然后 然后就 然后就 那边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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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慢等 等什么呢 什么时候给Laius 一个教训呢 会让人可以 这个对减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一个车队 Laius呢 带着这个车队出城呢 那个时候 第一次成就是因为 好 这一只 那么这一只呢 Six 它有女人的头 但是 狮子的身体 然后老命的翅膀 那这一只呢 是希拉的宠物 就像你会养狗 然后当宠物 他还养这次当宠物 那这只宠物吃什么呢 吃人肉 所以他把这只宠物呢 放在迪比斯城 那你就可以想想 幸福迪比斯城的 就幸福都要当他的 不管是早餐 午餐 还是两餐 那当然 对于迪比斯城 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Laius 他身为迪比斯城的夺王 他有这个抑制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呢 他又不能 从这个城门的 增大公平的进驻 要不然他也要当做 不知道是晚上的小餐 或是晚上还是晚餐 所以他是偷偷的投业出去 然后也没有带他去 带了危险单的 或是这个地区 就出去了之后 他会去哪里呢 他要到哪里去找 答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为什么要找他troll 因为 病齿 他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他解决答案 什么东西的答案 他有一个谜题 对 就是好问 好 晚餐离游戏 他的谜题是什么 谜题就是什么 神物早上是四只脚 中午是两只脚走 晚上是三只脚走 OK 答案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他超好小 答案是 对 对 人当出生的时候 小鸣还是四只脚趴 对 所以他长大以后 变成两只脚走 那等到他年纪大了 脚慢慢走不够 他就需要拐一张 好 那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很聪明 所以地匹师承的人 都是震荡 都打不出来 你们都知道 因为你们这个谜题 你已经听得不好吃了 你第一次听话这个谜题的时候 你要回想的时候 你真的知道吗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当然有讲到 地匹帕斯他小的时候 脚受过那么大的创伤 所以 他还没有进入晚年的时候 他就需要那根管杖 所以他比别人都早体会到 这个所谓的三只脚的意义 所以别人都答不出来 就只有他答得出来 所以他在路上 从阿帕勒的神殿呢 出来的路上呢 他就把他父亲给杀掉了 他当然不知道 那是他的亲生的父亲 雷尔斯 然后他再继续往前走 然后就走到了 迪比斯城 然后到了迪比斯城 完猜民游戏 他就赢啊 赢了之后 表示现在是什么 他是救苦救难活菩萨 然后呢 这个城呢 国王出门了之后呢 就不见了 就刚好位置也空出来了 那么在那个时代里面呢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他就可以填上这个王位 当国王 那以前都是买一送一 就是你当国王 然后王后还没死的话 你就顺便娶了 所以当然那王后是谁呢 是他自己的母亲 他就娶了他自己的母亲 好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他不知道 就是他不知道 就是他就治理迪比斯 然后一开始很准 然后有一次突然爆发一个问题 然后感觉就死了很多人 然后这回国王的迪迪卡斯 又跑去找阿巴罗斯 然后问他说 为什么迪比斯会变得这个样子 然后他找到答案是说 因为迪比斯有一种 不会的行为有限的 就是 那个是谁呢 就是雷尔斯被杀掉 要找出雷尔斯 杀掉雷尔斯的凶行 好 然后呢 然后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找了 他就 阿巴罗也没有给他 就是更明确的答案 所以他就 去 叫他的 叫他的 导播的 那个 特律量去找一个 就是一个仙子过来 然后那个 然后 这个仙子不是普通人 他是台语许言 没有关系 好 先继续 来之后 一开始他不愿意讲答案 然后 然后 迪迪帕斯就一整个赛坛 就用行 然后 用主意去评谈 然后 结果这个仙子终于受不了 就是 迪迪帕斯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杀害的仙子终于受不了 然后 一开始 一举差事 很神气 然后就把那个仙子终于受不了 好 我先打断一下 因为后面的部队 已经不是普通人 后面的部队 是Support的 也是他所写的 已经不是根据 原本的神话 他是 这个传说来的 那么 基本上来讲 我们知道 后来呢 当然 他查出来的真相 他自己 就是杀害 他父亲的身受 然后 娶了他自己 母亲的眼神 而且到这个 事实真相 大来的时候呢 他已经跟他的 母亲 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已经有相当多名了 那么 在他的母亲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母亲就有自杀 他没有自杀 因为他觉得 他没有办法 他家的情侦 他把他自己的眼睛 擦起来 那其实 包刮眼睛擦箱的 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 松和其他人群的创果 他所加上去的 这个细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并不是 从任何的 自己的剧本 演技 出完的 但是 你从 就是说 他们的生活上所使用的 盘子 會用這樣子的彩繪花朵來做 表示什麼這個故事這個彩繪 在當時是非常非常快接近的 我們看起來很適合 而且非常受伸快 那我們看到下面這個是水檯 上面的彩繪 那麼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裡的地方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個人的顏色 表示是什麼 這個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情況 所以這個故事可見的 那也不只瑟霍特 也是把他拿來做為戲劇的這一個題材 也有別的劇作家 曾經把他當作的題材 那麼我們剛才有講過 在伊底帕斯王上的一生當中 關於他的傳奇故事 關於他的公共委員的最高點 最高峰就是他跟文明史正的這個故事 他救了一整個國家 救了一整個世界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那麼這應該是在劇場上演出的狀況 然後演出這個 《能見史正恩》還有伊底帕斯 這是他的晚餐圖的情況 好 那麼這個應該是根據 Socococles 他的劇場 那麼所作的這個彩繪 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情況 那麼這個呢就是高潮系 伊底帕斯王上 那麼從 就是他找來的這個證人 陸陽人那邊 就得知了他自己 其實呢 是那個什麼這個兒子 那旁邊的這兩個小的是他的女兒 他的兩個女兒 那我們知道在這一幕戲 其實他的女兒還沒出來 但是因為這個水墨 他是把整個 伊底帕斯王整個區本的過程 全部在一個水墨裡 一個周圍把他表現出來 所以他有很多就是前後發生的人物細節 他是全部把他一起在一起 所以這一幕戲的時候 他們其實還沒有出現 但是已經在這個地方已經 就是把他加起來了 然後如果你看到整個的這個水平的話 其實你再往旁邊轉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傑克斯當 當他得知了真相的時候 他就是跑到他自己的那個家裡面 好 那麼這是 Etypus and Cholomus 那麼當Etypus呢 他這個師父舉母的這個真相 揭開了以後 那麼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這個威力的法院 他本身就是威力的 所以他就被趕出了這個隱石陣 那他被趕出去了以後呢 那麼他的兩個兒子就騎陣到聖皇位 本來剛開始的時候 是哥哥當一年 然後立於當年將輪迴 然後輪迴多久就坐在上面 會什麼突然下來 所以後來呢 兄弟兩個人就因此就一起了戰爭 那最後呢 戰爭打了半天呢 就是一直都失去地人罪 就軍統就是其他的建議 那怎麼樣解決呢 就是兄弟單挑 那單挑誰贏呢 就算誰贏 就兄弟單挑的結果 就不想把對方殺 對於這個隱石 好 女王德烈呢 就是Creon他的舅舅 就繼承了這個地理師的王位 好 那我們剛剛講 他除了兩個兒子之外 然後還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Antigone 一個是Ishmane 所以當這個 Dipas呢 他被趕出了 迪迪士城的時候呢 那麼一路上照顧他 代理他 他眼睛瞎 他就走 那麼幫他帶路呢 就是他其中有 Ishmane呢 就一直留在自己的家鄉 然後就是如果家鄉有什麼電話的話 或者什麼電話的話 都會就是喊消息 對 反擊的你 那最後他們兩個流浪到Cornus Cornus他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便僻 非常鄉下的地方 那麼他們呢 是屬於 就是那個時候是壓變成 國王 一直也是所管理的 那麼他們其實很可憐這一對手 然後這樣子流浪 然後誰都不敢理他們 誰都不敢哭他們 就這樣子 那當然 Oedipus他的年紀也越來越大 就這一路上的種各 從對他來講就是越來越少 可是雖然這些Cornus的百姓是很同情 他們富裕兩者 可是呢 畢竟 畢竟他是不造成那一個 所以他們後來就問Visius怎麼辦 Visius他們做 那Visius覺得這是 第一個他是邊垂一段 那麼 另外呢 我們知道雅典城雖然在這個時候 還是有國王有群體的這種情形 但是呢 這個時候據說Visius就已經很傾向 就是說 警定民主 所以雅典城他後來會變成 人家的政治情形 會一直以來解他 就覺得就是有這樣的形象 所以Visius就尊重地方的這個百姓 所以他們自己決定 那麼要不要就是松柳 那麽Cornus這裏的人 就很純 很單純 雖然 所以他們就最後就讓他們留下來 那麽這個Visius他最後就是神在Cornus 然後也是葬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下葬的時候呢 那麽他就是為這一個地方的擔心的地方 就是為他們的政治 那麽他過世了以後 他的女兒 那麽這個女兒 那當然就沒有一個在外面去 那麽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鄉 結果他回到家鄉去了以後呢 就是他兩個哥哥 然後都將沙羅倫當中死的 其中一個哥哥呢 剛好那時候輪到他住在國王的大會上面 另外一個哥哥呢 為了要搶王 因為他還去國外海外號召兵馬 就等於是帶著外人來弄打事情的這個 所以呢 所以呢他的舅舅跟上了這個王位之後 就規定 那個帶著外面呢 外籍兵團來打自己 祖國的呢 就不准下葬 所以他其中一個哥哥 Tobris呢 就是依照這個王主的規矩 然後這個 好好蹦蹦蹦蹦的下葬 可是另外一個呢 確實不行 那麽藏女對於這個古希臘人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很類似中國文就是那種戌土為安的觀念 要不然的話就是像有點鬼爹鬼一樣 就是那個人這樣 那麽這個呢 幫自己的親人下葬決心下葬決 這是社會的親人血清她的女生俱藍的一個責任 所以MT更年來遇到這種風況 當然他自己也覺得是說這是很對的 那別人呢跟他如果沒有血清關係就算了 他舅舅難道沒有血清關係呢 然後去看他不死放棄 那居然呢他舅舅勸不聽 那他自己本身當然是一個血清 他就自己呢就趁人家不注意的時候 那就去幫他這個部分去形障 那當然他姨姨他一個這個女孩子 那時候MT更多大呢 他大概只有十四五歲了 所以他那麼不可能那個屍體 他挖個洞啊 挖個洞還要買還要幹 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只是象徵性的在屍體上 就是帶一層 就是那個一層圖 就這個時候葬禮他舉行禮拜的時候 結果一發覺他沒有帶Lubation 就是我們跟他講過的那個葬禮 其實用這個酒 所以他離開的時候呢 就這個時候就剛好呢 這個公沙呢 那他有一陣公沙 公沙是來的 我們就守屍體 我們就看到好像有人玩過 就幫他舉行一張 所以他們就刻意呢 就非常激情地看是誰 所以當他再回頭 然後Lubation 他就被剛好化了這張 可是他事實上他也沒有反抗 那麼他就跟著呢 守衛呢就去見他的舅舅 然後他舅舅本來是想是說 啊 這是自己的親子 而且呢 他的這個表哥 就從小的一次成功 我就說 那這個舅舅一看到 這就是我兒子 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兒子的 這個未來的心 然後把他想放學 所以他就跟恩基克尼講 他只要就是公開就說 那不是他 那他也就算了這件事情 就沒想到恩基克尼 他不但不定他就去全安當場 就把他舅舅痛啊 就舅舅火啊 就把他活埋 就把他帶到那個山洞裡 然後他跟山洞裡就埋起來 然後給他少許的食物 恩基克尼他本來應該要被活埋在這個山洞裡面 那當然就是這個活埋的過程 他也會害怕 而且他影響他才生一個小孩 他就是想著說 那就縮短自己這個痛苦的這個世界 不去喪吊 結果他的這個未婚 Hanman也是這個Cream 他自己的兒子 那當然會很討論 因為他這個活埋一起求情 求情不成 他乾脆算了 就自己了 更努力想要把這個 就直接從這個活埋的山洞去出來 就當他進去 想進去的他已經上架自殺了 就他這個Hanman就訓情 就自己引到我們就被這個人死 所以等到Creamle 他覺得事情好像不太對 所以跟這來的時候 已經都不開始 那我們再講到就是說 這個戰爭呢 Creamle當時呢 就是不讓他的這個外甥下葬 同時呢 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外甥是從外面去 找這個外籍兵團來的 那這些外籍兵團 如果是說在打仗作戰的期間 如果戰死了 他也不會被他下葬 可是你先講 這些人 他呢也都有家人 也都有心情 那當然這些都會造成的 所以這些人呢 都跑到雅兵城去找Visicis 然後Visicis這個時候呢 也就帶著大陸要來 要跟這個Creamle要死 所以Creamle在這個時候呢 他不只是失去了他的孩子 然後等到這個孩子死掉的消息呢 帶回了家裡面 其他老婆也自殺了 就會覺得他孩子都已經死了 多了沒有什麼帶他 然後呢 接著就是這個Visicis 帶著雅兵城的群組 就把Visicis成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Egyptus 好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也應該是 在劇場表演的這個情況 那麼是Antigone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Antigone 當他被這個手 為他使 就是他哥哥使命的 這些人抓到的時候 然後是寄來見Creamle 好 這一句 所以我們先回到 當時的那一章 一首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Egyptus Rex 然後接著後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Egyptus Colonus 然後最後屬於這個地方才進來 可是當時就是這個寫作的順序 好 他們彼此之間都差十幾二十年 第一個被寫出來其實是誰 然後才是Egyptus Rex 然後才是Egyptus Rex 好 這個部位有沒有問題 Sophagris 我們到底有按照個部位的介紹 就是讓觀眾看的 過去比較知道 前一段的背景 然後把他做的 需要是需要 可是並不需要交代的態度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希臘神話故事 其實上身很難 所以每一個觀眾 其實他們都知道故事 但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是情節 所以觀眾是到劇場去看 同樣的故事 這一個劇作家 會是不講成這個故事 他會把重點他的主題放在自己地方 但是基本的故事內容 其實每一個觀眾都知道 所以他即使是要需要做介紹 他只需要在開場來 Foral的地方 然後把基本需要的理解 這個基本字來給你們換作 很多 還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在場下的事 讓那三個年代的事 一定是經歷的化學所需求 謝謝 最開始的是 Eedipus branch 然後再來是Eedipus coronus Coronus就是 Harding House 我下場的地方 然後最後一個發生的事 所以他回到互相裡頭 只為了要埋葬自己的寵物 就不會看死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知道 第3位 尤伯克雷斯 那麼尤伯克雷斯跟尤伯克雷斯的劇本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是反應俱過在他自己的寵物 那麼到了尤伯克雷斯的時候 他的人物上面的塑造又更強烈 強烈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尤伯克雷斯他所以下塑造的這些人 甚至於他會把一些在當時認為是 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 會把他產生之外 比如說像激過心 然後因為嫉妒想要殺人 那像過去都補充的文字 但是在尤伯克雷斯的寫片 他甚至可能成為他心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境界 畫在他的第一本 那麼據說呢 那是因為尤伯克雷斯跟尤伯克雷斯呢 當然他們自己劇作家本身的生活了 然後對於他的這個寫作的重點是有影響 尤伯克雷斯很幸運的在這個 就是雅典跟斯巴達的戰爭呢 那麼還沒有分出勝負的時候 然後他就寫死了 尤伯克雷斯呢 是看到自己的家國成果 然後給後來他輸了 所以呢 他就是非常認識一些書 那實際上尤伯克雷斯呢 在自己的家國呢 成果之前 他其實就會放出 他很像什麼 就像報紙上 常常你們會看到有些人 就常常會放出來 然後想說現在正式的情況 很糟糕 那這個台灣呢 很年輕的一輩如果不趕快再努力的話 以後都變台勞或什麼 這種呢 我們叫什麼唱衰 唱衰 唱衰 台灣對不對 Gerubitz當初就是這樣的人 他一直叫雅典 這個戰爭不要再打下去了 不能再打下去了 國家已經沒有這樣子的資源可以消耗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 他在唱衰這個雅典聲 然後就把他放出 結果他放指紋的時候 他就放指紋的時候 他就放指紋的時候 他就沒有聞到自己的家裡 想像什麼 在完美的檔面 所以他最後一個作品 他的最後一個作品呢 《華凱》 並不是由他自己 帶回雅兵城去出賽 可是由他的 有人說是子兒 有人說是兒子 然後呢 把這個作品帶回去 在戲劇中裡面 演出的當地 可是那個時候 由Rubbis呢 他已經連亡台灣 而且死在中 那當然很諷刺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雅典城在打敗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跟第1次城在哪裡 哪一個城市在過去呢 如果以失敗上的話 就把火都燒了什麼都沒有 現在問你特多伊城在哪裡 大概知道在哪個位置 可是原本的城市還不見 這是過去的作法 可是雅典城在城破了之後 斯巴達人並沒有把這個城市 因為他們在慶俊勝利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有一個表演的戲碼 這個表演的戲碼呢 是蘇智劉倫特的戲 他的雅典城 那麼他的這部戲感動了斯巴達人 為了要誤己誤面呢 這個城市曾經教養 說像Urivetis這麼 就表不齊人的劇作家 所以他們就沒有化成了 他們把他保留下來 所以這個唱衰了 雅典城的這個劇作家 曾經被雅典城趕出去了 最後其實是真正留下 就是保留整個雅典城 他一直保留到前面劇作品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